热锅当中的黄小妹妹今天举办追思会 已故一人 宁敏然的遗孀李丽华也特地献身送黄小妹妹最后一程 下午的时候家属把黄小妹的骨灰送入林谷塔内 跟高雄张小妹同一天入塔 两个人比邻而居 已故一人 宁敏然的遗孀李丽华献唱天赋的花园给黄小妹妹安抚黄妈妈 两人都感觉到了黄小妹似乎就在身边 她会出来看我们 她刚刚好那个球掉在地上 我们看她现在在这个地方 告别会上 护士杜宝珍再度献唱天赋的孩子来追思黄小妹妹 不少曾经照顾她的医护人员当场落泪 但心中最痛苦的还是黄妈妈 自己也经过一会儿了 怎么会生不得 都是我的疏忽 我没有把她照顾好 所以今天才发生这种事情 我对我宝贝很对不起 原本活泼的宝贝奇瓜皮火化后 被送到基隆的领骨塔安葬 而同样因为家暴致死的高雄张小妹 也在同一天火化敬塔 并让一哲小心安排 让两位小天使相邻左右 小朋友就喜欢跟小朋友玩 对不对 像你们大人也要找大人 小朋友刚好有一个小朋友跟他做伴 这样妈妈又更放心了 有一个姐姐在旁边照顾他 两个可怜的小妹妹 短生前拥有相同的悲惨命运 但大家衷心期盼 往生后他们可以在天国一起自由翱翔 三连新闻 综合报道 而同样照顾